Street of Shanghai to find out 眼睛呆呆的 睫毛长长的 给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好 那你会觉得他们说普遍来说更漂亮更帅气一点吗 会 就五官更深刻啊 高鼻梁 大眼睛 那长相就差的比较多了 一来他个子比较高 头发的颜色就是跟我们不一样 白人的五官比我们立体 这是实话实说 他们讲长的其实 就像我们学画画的时候的石膏像 非常的立体 那么你觉得中国社会大体上来说对白人怎么样呢 会觉得他们可能大家对于他们的对待可能会比对国人甚至要好一些吗 没有 我觉得相对一视同仁 尤其是在上海的话我觉得大家应该比较习惯 这可能我的印象中会觉得更商务一点的会想要白人吧 可能是更有礼貌 然后他知识层面更丰富一点 然后可能职位更高阶一点吧 我是觉得感觉街头的白人广告特别多 就是很多是国内的牌子都会去请一些国外的模特来拍摄他们的产品 也不是说他们就是这样子不好吧 只是说可能我们自己人的产品可以找更多的中国代言人啊 然后更适合我们就是理解这个产品的含义 而不是说你这只是为了定位高端而去选用这种白人模特 其实是有的 比如说工作 同样就好像你一个白人他去找工作 那相对来说他可能会好找一点 就是因为好多人潜移默化的认为说他是个外国人 就这样子 要面对客户的时候 就会觉得有白人 然后整个公司会显得很高大上这样子 为什么会白人就跟高大上就比较就是 这也是我们就是一个传统的看法嘛 所以这是一个偏见嘛 因为大部分人是持有这样的看法呢 那所以这些公司为了迎合大部分人的观点 所以才这样做的 可能白人的话在国际上来说的话还是比较摄文接待的一种 然后可能会感觉白人的话更有文化 或者是他们可能更懂得一些礼仪上的东西 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有个叫white monkey jobs职业 或者就是有些公司会说就是在可能一些偏远的地方 他们会去租赁就是去租一些外国人来充当他们的合作伙伴啊 或者是在他们公司活动上去做一些表演嘉宾这样子 你对于这种行为有什么看法 我是没有听到过我了解到的 有很多有很多我见到过 就比如说有一些楼盘啊就是比如说房地产的楼盘啊开盘啊 或者是什么大型的酒会啊或者是什么产品要推广嘛 他们会请一些外国的一些表演的团队会去表演 就到在上海的话会看到非常多 那么按照你的审美标准来说 你会觉得白一点的人更漂亮一些吗 我不会啊因为我觉得我更漂亮一些 可能我是觉得白色的皮肤会比较好看 当然我也能欣赏那种美黑的那种人 但是白皮肤个人偏好问题 觉得可能会比较更纯净一些 对干净干净然后比较温柔 比如说在男生的话太白的话 我觉得的话可能他们会觉得这个人就比较比较娘啊 或者是感觉他没有什么那种运动运动阳光性的感觉 可能在亚洲的话都会有这样的认为 然后呢肤色黑一点的话可能他们会感觉就是更健康一点 有有力气啊或什么了 并不会 因为我本人最近就一直想尝试去晒黑 啊我并不觉得有就是会特别受欢迎 但是呃所以我觉得女孩子可能会稍微那个一点 对我也能同因为本身我自己也也在美白上面花很多功夫 就是明显的如果你不注意防晒的话 因为我我也三十多岁了嘛你脸上就会有斑斑点点 然后你慢慢点点会显得你的年纪会会跟你的就是 不会显年轻就是有可能跟你相符有可能显老 但是你如果说肤色好一点白一点 然后慢慢点点少一点的话就会显年轻嘛 那么你个人有用过美白提亮肤色的产品 嗯用过挺多的 凡是什么洗面奶乳液精华水 呃能想到的都用过 然后包括一些那个就吃的那个叫什么片剂 你也用过 有有的 用过的 那用过之后你觉得周围人会改变对你们的看法吗 嗯不知道是不是我产品选的不对 反正就是效果还没有什么没有多明显 对我来说还挺重要的 为什么 嗯好看啊 抛开种族不谈 你们觉得中国人为什么特别执着在美白这件事情上 想变得好看 我也觉得是好看就是这个原因了 我觉得感觉整个亚洲圈就日韩中国 大家都是这样的想法吧 像我之前我小的时候就经常被被说黑 然后但是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怎么样 没觉得然后现在慢慢会很喜欢我的肤色 然后我的一些朋友说我 哎如果你要是再白一点的话你就会很漂亮 我就问他们 难道我这样不漂亮吗 哈哈哈 一般来说中国人 中国人的观念里面论定的美女普遍来说都是 就是肤白貌美就这样子的就是说很少有就个性比较强就 晒得比较黑啊或者说是男孩子气比较熟的人 我们会认为她是个美女只是说会她个性比较强 但是普遍来说我们观念里面认为美女的定义有可能就是皮肤白个子高挑这样子 对于美白这种追求会慢慢有改观吗 呃我觉得对于白的追求不会变但是会可能会更细化说我不仅要白 还要说什么林毛孔啊或者乌暇之类的 就对于白是不会变的 会的会的社会的发展就是这样 嗯表面的会越来越淡化吧 然后一个人到底有不有趣啊思想上能不能沟通的来才是最重要的吧 应该会慢慢改变吧 呃因为没有一样东西应该是永恒的吧对吧 可能就像当下流行的东西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它也就不火了 呃就像肤色看待的话问题的话可能以后也会有更更全面的就是有很明显的改变 就会不会呃感觉就是白的要比黑的要好看 可能会有另一种美的概念呃定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